我要首先感谢中央对这次宣讲会的重视 安排了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黄柳全 带领宣讲团的返港 宣讲团的成员来自国务院港澳办 国家法改委 科技部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研究所 以及国务院新闻办港澳台新闻局 令宣讲的内容可以涵盖多个重要的范畴 我也要感谢法改委副主任林基志通过视频为我们介绍 更要感谢中联办主任乐慧林 亲自出席并发表讲话 今天的宣讲会全程通过政府的新闻处 和香港电台 电视 31台 32台直播 让更多特区政府的同事和业界 以致广大香港市民可以认识国家的最新规划 并了解香港可以如何通过自身的优势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十四五规划纲绕中直接设计香港的部分 包括第 61 章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或者是我们一般形容为的港澳专章的部分 和第 31 章 深入实施区域重大策略 有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部分 这两部分的表述 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特区的支持 对港人福祉的重视 在经济发展方面 十四五规划纲绕一如既往 支持香港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 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 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 支持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 支持香港服务业向高端增值的方向发展 此外 十四五规划纲要加入了 支持香港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 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和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 以及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特区政府对于这些支持香港 巩固提升竞争优势的表述 尤其是四个新增的中心深港鼓舞 自公布以来 各界反应十分正面 并向特区政府提出了不少 可以达致发展目标的具体建议 感谢观看 我们需要您的支持 请稍后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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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识广告 非常athlet